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国留学 包括公派和自费 或因公务出国 包括外派老务人员 都不是华侨 华裔比较好理解 就是有中国血统 但是国籍不是中国的人 外籍华人是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 及其外国籍后裔 及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硅桥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及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 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 这里的回国定居是指华侨放弃原住在国长期 永久或合法居留权 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 或外籍华人竟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 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 乔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 父母 子女及其配偶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 也是为乔卷 现在大家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吗 这一期的小乔说也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下期见